在我轉職業的前第一年吧 我很快就衝到差不多300名左右 然後但是中間又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 一直卡在可能280名那邊 就可能我沒有把自己最好的優點發揮出來 很多時候在關鍵的時候不是那麼的過絕 然後在後來跟這個德國教練合作之後 我變得更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然後也對於整個球場上面分析對手的能力的這個狀態變得比較好 因為其實現在整次國家都已經隔這個部分 就是每次當有人提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會讓我自己給自己會有更多的動力 然後會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好 然後成為大家的榜樣這樣子 因為四大滿冠對我來說 一直以來都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然後而且他們不管是在球場上面的氣氛也好 然後觀眾也好 都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然後因為他也是五盤的賽事 所以對我來說算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然後也是一個讓我有機會去磨練的一個機會 每一網 我希望自己是可以打到第二週的比賽 就是晉級到第三輪 然後因為其實目前前面三個大滿冠都還沒有辦法拿到自己的首勝 但就是這次我覺得前面有大概四五週的比賽可以讓我調整 所以算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好,謝謝大家